《西貢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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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輿論的壓力》 《踢一踢先》 《在今天我們來之前》 《西貢地政總署》 《派員到濠輝先生的家》 《實地視察》 《但是相對於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特別是當區議員二進來》 《議員收到個案》 《佔用牌照屋》 《潛建》 《霸佔官地》 《情況是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必須要求地政總署去從嚴 用他們的說法 就是這個叫做執管 要嚴肅去執管 一有違規 一定是要提出檢控 我們將這封信 透過代表交給地政總署的署長 佑青先生 abre連結 承世報 歹江的花園 其實亦都承認霸調官裏 違反了牌照條件 而另外 陶輝亦都涉嫌是非法 ね 遭用了尿屋 亦都根據政府 牌照屋的標準 牌照屋持有人 和他的席是相熟才可以居住的 而且這個牌照是不可以轉的牌照 另外全媒體揭發了同規夫婦 將另一間牌照屋 亦都在碧水新村61號A 作為民宿去出租 不單是違反了牌照屋 不可以出租規定 亦都違反了一個旅館業的條例 我知道已經民政事務處 已經是回復房的事 查詢已經自出 根據牌照處的紀錄 相關處亦都會領取到旅館的牌照 接著留言加分給常華城議員 繼續訪問 除了同規之外 我們知道另外兩位警官都有一些問題 另外就是香港警務處 深界北訟區的警司委華高 他位於西貢大洞路70號的村屋住所 其實被發現路台的角落 有大概10平方尺的環圍潛建 亦都是用了玻璃圍封 變成一個獨立的間隔 亦都有用黑色的圍網去封起窗戶 另外天海範圍也有大約是500平方尺的一個大面積 沒有圍封道的遮蓄和白色的鋁板 當中有一百尺的橙色的天台屋上面 有分泰式冷氣機 這個涉嫌是有潛建的 其實根據屋宇署的指引 天台上沒有圍封的遮蓄 其實必須可以容易 亦都可以隨時去拆除和收合 而不是一個永久固定在天台上 還有完全張開的時候 那個覆蓋面積是不可以多於1平方米的 如果不是這樣屬於潛建的 另外一位就是香港警務署警察機動部隊的 校長莊定賢 他位於在西貢田寮46號的村屋寓所 前面的花園其實是官地 現在就用一些橙色的地磚鋪設了 也都用木板其實圍封了 天台也有一個固定的上蓋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懷疑潛建的建築 傳媒查查之後得色 其實莊定賢在2007年 買了這個全棟三層高的村屋 這個村屋的批腳是受建築物條例 湖湖新界適用條例去監管的 而在1996年的批地文件中 其實有明確標注到屋前面的空地 現在被作為花園這個達地 其實是政府用地來的 因此我們就認為地政總署是必須要 根據上述的資料和一些證據 去徹查這三名警官涉嫌的違規行為 並向持牌持有人和三個警官 去採取一些側管的行動 和提出管控的 因為余俊明議員其實就在陶輝的情況 他就是一個當區的區議員 其實他都有一些資料向大家補充的 他所說的資料其實都令我們更加覺得 政府是有一些涉嫌包庇 或者是知識這個違規行為 而遲遲遲不執法的情況 所以又會交給余俊明去講一講 可以講回其實陶輝這個前面投資 早已經在2014年 其實已經有居民去投訴過了 而地政總署在2015年 曾經都曾向過陶輝發出警告的 很可惜的是 經過這次警告之後 總處是沒有做到任何的跟進 而議程斯坊就是每個月下 直到2020年 直到有傳媒報導這件事 這件事才得意重新 被人發掘到 而且是高大到達成為知識度 我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公眾的壓力 和所有西國區議員的跟進 他可以迫視到地政總署 全身調查到陶輝的牌子屋 和其他警務人員的前進行為 所以我們一班西國區議員 都很希望值得一個機會去強調 警察是作為香港一個執法機關 他們是必須要守法 不可以知法犯法 他們是必須要守法 不可以知法犯法 更加無論 政府部門是對著這班執法的人員 是有包庇重用的情況 過往地政總署不做事 去到這一刻被媒體爆發出來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要求政府部門去負負這個責任 向我們解釋 為什麼這麼久以來 知道這個情況都不做事 過往其實做了什麼 為什麼他們可以繼續在那個牌子裡面住 也都要清楚說他們需要負上什麼責任 而不是說搬走 拆除草草了事 我們作為西貢區議員 我們要負上我們的責任 在我們的管轄區裡面 去密切地跟隨這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都會預備了一些信件 也都知道 儲方那邊是有代表會出來接信的 我們接下來 就會交給儲方的編櫃接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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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在西貢區議員 也都是和威牌自己屋當區的區裡面 在這件事上面 其實香港警務署助理 警務署想 為了造成 你先去彎道 在水深串的柴照屋 才能改善去所有的顏色 和高度都是不符合